歡迎來上網節目喔 會好好照顧你喔 搓來摸去吧 那就會幫你塞到 腋下最深處這樣 然後妳說很可愛 然後姐妹 加油 然後這樣 沒完沒了這樣 一直搓 對 然後我還遇到的就是 他就是手這樣 然後握著你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一直 扣你 扣 那妳是 妳說這麼明確的這樣扣 對 就是這樣 板著 板著嘛 好像好癢喔 不過那時候我就 大概差不多十七八歲的時候 我就主持 然後因為我們每次主持 都要穿得很性感 而且要把自己打扮得很成熟 不要讓觀眾覺得 我們是小孩子 可是那時候妳才十幾歲 對 所以我燙頭髮都燙得那種 大捲的 大鍋 像亮嗎 比這個還捲 就整個就是很 很老氣這樣子 而且要瘋成味很重 妳覺得他老不懂吹得很緊張 就是他 你吹得很緊張 就是要瘋成味很重 妳有比他重嗎 重多了 然後 輸了 然後爆炸頭都有這樣子 然後他燙得覺得自己 很有年紀這樣子 然後記得我在主持的 那一場婚宴 因為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請我們去主持 然後台下那個 這個豬人家 我們就是說 花錢人請我們來的人 那個新郎的爸爸 就很開心喝醉了 親家朋友都喝醉了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個人上台 然後醉醉的 然後上台 然後我正好要介紹 下一位歌手 然後他就一上來就說 妳長得好漂亮 真的 直接 真的攻擊胸部 對 就直接摸我的奶 太嚇人了吧 對 直接摸 對 他就直接摸我的胸部 直接洗胸這樣子 然後我就退 然後我就嚇到我 我那時候很小 他該不會還生進禮服裡 沒有 妳倒沒有這樣子 真的 他就直接碰 對 因為他就很醉 然後就直接摸妳胸部 我那時候記得 印象沒有記錯了 應該是摸我的左胸 左胸 左胸有什麼 對啊 有記很細耶 就是摸右胸 你就比較不會生氣 對 為什麼 被左胸做得進去喔 為什麼 不是因為妳知道 記在左胸嗎 然後我就那時候 其實我有嚇到 然後後來他們的那一 就是下面的人趕快立馬 因為他一直繞著我 一直要追著我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再伸手要摸妳嗎 對 他就一直要動手這樣子 然後我就趕快跑 趕快跑這樣 然後後來他們下面的人 趕快就上來 就把他抓下來 抓走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一直哭... 因為我就 那時候我就很委屈 很委屈啊 為什麼要這麼沒有禮貌 對 我會覺得 我被傷害了 回去我就一直跟我爸爸 很不依重人耶 不依重人家 然後我就回去一直跟我爸講 我爸就一直安慰我 對 然後我就一直哭... 然後就 反正就哭了三天三夜這樣子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不要 忠祥 妳要不要跳我 妳要給阿妹造成困擾 我們只有尖叫聲喔 對... 不能跳 就是 摸摸妳的大腿 妳說也是 同...同屆的人喔 對 同屆的 我們在拍戲的時候也有 拍戲 我也遇過 拍戲的時候 妳已經是幾歲了 也是二十一 二歲而已 我記得以前 有演一個古裝戲 然後一個演員 然後我們在跳舞 舉例 來 我們在跳舞這樣子 舉例 跳完之後 妳有跪 沒有啦 妳就 好 姐姐 我是誰 我是妳嗎 不是啦 妳是男的啦 妳一直沒講到妳的嗎 沒有啦 妳讓不交流 然後就舉例這樣跳完之後 我轉圈 我手放下來 然後他就直接放我胸部 對 對 應該是要放這裡嘛 對 他直接放胸部 對 他就直接放在我胸部 那肚子一定很咬的 沒有咬 那後面人用嘛 不好看啊 沒有 他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就是在跳舞 那他 到完之後 他就是繼續 他 對 他就 那要捏還什麼的 沒有 他就是摸 就是靠著這樣子 你這樣 你敢跟他講說 你剛才 我不敢講 因為那個大哥 他還算滿有知名度的 誰啊 現在還在 誰 不能講誰 他有的 對 沒有在合作了 而且他現在也沒有在演戲了 已經退出演藝圈了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應該 小朋友應該不認識他吧 小朋友不認識他 因為太久了 妳覺得我會認識他嗎 應該會有看過他的戲 但是很久了 已經很久了 可是我覺得 你有沒有長大之後遇過的 然後已經很出名了 然後大家還敢對你動手 就沒了嗎 對 都是我跟 對 都是我跟 對 妳覺得幾歲 大概最容易遭到這種性騷擾 我覺得大概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三位先仙人的時候 對 就是妳 就是正是青春嬌嬌的時期 就會比較容易遇到 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有經歷過幾次 妳沒有再給人家欺負的吧 對啊 後來講了之後 我媽就全程 就是我們不管錄什麼 她就是 全程跟誰的 對 就一直在現場陪著我們 可是她就是那種 大顧就是那種 不行 我對啦 譬如她說 歡迎來上網節目 會好好照顧妳喔 搓來摸去吧 我媽媽就會把妳塞到 腋下最深處這樣 然後妳說 很可愛 兩姐妹 加油 好像這樣 沒完沒了這樣 一直搓 對 然後我還遇到的就是 她就是手這樣 然後握著妳對不對 然後結果這樣一直 扣著妳 妳說這麼明確的這樣摳 對 就是這樣 就反著 反著嗎 好像好癢喔 摳 我抖 好 好 錄完 等錄完 不... 您說罵我也罵 好 我還有下兩個講話 而且妳又不是他女人嗎 我也是他女人 所以我先滿緊張的 我們在秀場 其實也常常會碰到這種 秀場一定很多的啊 對啊 以前 只要是大哥級的 通常對這個 剛 晚輩 或者一些小歌星啊 什麼啊 都會特別會 對他們有一些性騷擾 我曾經就有一次就住在 因為我們很要到處表演嘛 那都要住飯店啊 然後有一天 一個晚上就是 那個大哥就來給我敲門 而且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非常 大的大哥 對 然後來給我敲門 然後一敲門 我打開門之後呢 我一看到他 他就一直退... 然後退到那個床上 私立場 對 私立退場 這麼直接 對 沒有任何對話 沒有...不用退 你不用對話 你開門就不... 不... 然後他就躺下去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 就在床園邊這樣子 對 我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這樣 我很喜歡妳 這樣子這樣 什麼...妳可以這樣嗎 我就... 我那時候就嚇到嘛 我嚇到 我就說 可是... 可是我那個來 我月經來... 然後他立馬灑掉 然後我就灑住了 然後我就說 我這樣 好... 然後就出去這樣子 好可怕喔 那大哥現在還在嗎 走囉 還在 還在 我看最近走幾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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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的行徑真的很可怕耶 也太直接了吧 因為那時候我才十八歲而已 因為也就是 就是 人家還是处女耶 怎麼了 如果不是处女的話 你就 不是 也不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那時候 他的那一個行為 讓我真的是嚇到 那根本就是嚇死人了 嚇到 對... 所以你如果沒有說 你月經來 然後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強行啊 對... 那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得去服了 你也不能到處跟別人講說 你被這個大哥 所以有一次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每次表演完之後 我們都要謝幕 那謝幕我們都要穿得很性感 因為表演就是要穿得很性感 讓我穿一個漏背 然後有一個大哥 然後他就站在我後面 清了 妳說謝幕 然後這樣 然後就剛好清妳 沒有 他就是直接這樣 清我的背這樣 然後因為剛好就在側幕等嘛 要等了一個... 出去謝幕 他就清我的背 我那時候當下前面對不對 都沒有看到他要清妳的這一幕 沒有 因為很暗 因為妳在旁邊 車幕等的時候 燈是暗的 妳不能亮啊 對 所以是 所以妳清一下是 整個就僵硬吧 僵硬 然後我就 我不敢說什麼 然後回到飯店 我就跟... 又哭 又哭 我又跟一個姐姐講 又是一個藝人 女藝人講 我就說我被他欺負了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安慰我 沒關係啦... 不要想太多什麼... 然後就 他就安慰我這樣 妳現在會不會很擔心 妳女兒如果遇到 也是遇到變態 妳有教他 妳有教他要怎麼保護自己嗎 像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說 我會借力實力 就會告訴他說 妳看 現在這個新聞 不要那麼晚走在公園旁邊 有可能被強行 就直接拉走 拉進去了 像飲料 只要妳離開那個地方 就要把 就要把他喝完 不然就 直接帶走 對 不然回來就不要喝 不然妳就把他帶走 我覺得我要告訴他 怎麼保護自己 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依依是跟哪個男藝人 不是我啦... 是我有認識的女藝人朋友 就是他長得太漂亮了 所以他好容易 就是在演藝圈 被很多男藝人搭訕 甚至有一個 就是大咖的男主持人 然後甚至都會把他叫到 他的那個後台的休息室去 然後問他有沒有吃東西 然後我那個好姐妹 他就會說 我有吃過了 然後那個男藝人就 吃一個麵包吃到一半 還問他說 那妳要不要吃 我吃 就是我這裡剛好有麵包 可以給妳吃 魅力無發槓 對 可是問題是 他已經咬過了耶 對啊 咬過了 然後還 拿給我那個好姐妹吃 然後我那好姐妹就覺得 就是很恐怖 我就是還口水交流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趕快玩具這樣 然後甚至 他會有很多的男藝人士 看到他就很高興 就會用一些 他們就覺得 比較美式的打招呼方式 就會把他抱起來 轉圈 抱起來 對 而且 美式生也沒有拿 小姿爺才抱起來嗎 抱起來轉圈圈嗎 對 對 什麼的 美式有這樣子啊 沒有啊 為什麼要跳舞 美式 然後就抱起來 你都會就是抱一下 然後你扛起來轉的 這就是 這是美式 講美式 你給我三個名字 一個是你姐妹套的名字 一個是那個大哥的 一個是美式的那個 好可怕喔 不會啦 快點 不行啦 我跟你講 絕對不會弄出是我 我嘴巴很緊 而且姐很疼那個 那美式那個誰 美式就那個 突然出生了啦 突然出生了 Echo 美式就是我 美式就是那一個 我說那個大哥 同一個 同一個 是麵包跟粉 對 我幹嘛出生了 對 有聽到嗎 很恐怖耶 有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們都沒聽到嗎 沒聽到 那個大哥 那個大哥又不是美式的人 對 但是因為我那個朋友 有點美式 我那個女生朋友有點美式 特別他就會每一次都故意這樣 什麼就是故意 想要跟他開玩笑 然後就會 跟他有一些肢體接觸這樣 然後有 然後三不五時就會 傳一些就是 請問一下那大哥是已婚沒錯嗎 對啊 已婚了 已經已婚了 而且 很可怕 對 還有 超級瑪麗嗎 對 超級瑪麗 我這樣很怕 當時的經紀人 就是叫我每次 一定都要穿深鼻 就是把它弄得非常誇張就對了 對 然後講話一定要很 一針見鞋 然後你痛就戳那 妳經紀人這樣跟妳說嗎 對 所以妳當時有沒有 真的得罪誰 我那時候第一篇文章是 七層網紅在賣你這件事情 哇 應該大家都有看到 可是這是真的嗎 還是說妳自己覺得說 寫這個會很聳動 這個東西其實就像 有潛規則差不多的意思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是沒有人 就是這麼的光明正大 把它說出來 妳可以給我們 剩下三層的名單嗎 可是她寫出來之後 很多 很多男生都跟我說 妳寫七層寫太少 妳應該寫九層 如果我寫九層 我真的沒朋友 所以妳那篇出來的時候 有被攻擊得很嚴重嗎 嗯 我很多朋友就跟我說 妳怎麼會寫這種東西 我們就 大家都是朋友 妳為什麼要寫這個 然後 通常只要 出言反駁的 通常就是 有 真的有在 嗯 但是有一些是 她真的就是活動圈的女生 就真的 Show girl也很單純 然後不小心害她們 被家人誤會 我其實也很抱歉 就真的是單純的 所以這 然後妳當時做的這些行徑 真的是經紀人 要妳這樣做的 所以妳其實自己不喜歡 其實那時候說 要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說 妳應該要寫七層嗎 不然妳寫五層嗎 寫五層是要抱的 那妳經紀人心地很壞耶 好奇妙的人 她現在很認真地在 其實都滿壞的 她現在變成說 她推的各個女生 然後是走不同路線 到後來 大家都是跟她都裂掉 就因為到後面 就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因為她走的路 就是很容易就偏掉對不對 對 我們就越來越歪 然後這也不是我要的 所以妳去當AB導演 也是她建議妳去做的嗎 其實那個是 廠商找我們做業配 所以我等於是做執行 業務執行導演 就是掛這個名號上去 因為只要我在上面 那個時候的頭條就都會是我 然後大家 那個時候的新聞標題很難聽 她寫說 橫港凱咪外流片酒皮 所以大家都去解鎖 都去買 是不是我 我在裡面我只導演 但當然會有拍到我 對 但裡面的女主角不是我 聽完之後我覺得 書畫圈還是單純很多 妳們繼續拍在書畫圈就好 我覺得模特兒圈 現在也滿乾淨的啊 對 我跟妳講 我直到現在 我仍然不覺得她在吃我豆腐 我跟妳講 那天那個狀況是這樣子的 反正我就是要去出國玩 然後想說那要去買那個泳衣 然後因為以前的泳衣店就是 好像因為那還滿久之前了 就是也沒有那麼特別好買 所以我就特別去找了一家那種 東區那種小小的店 然後那個店就是外面 就弄得一副你知道 就是很衝浪的感覺 裡面又有賣什麼衝浪板 然後賣泳衣 賣一些有的沒的浮潛衣什麼的 然後那天我是跟我男朋友 一起去的 然後一進去一開門 發現裡面沒有人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逛了一下之後 後面又從 他們更裡面出來的一個男的 然後那個男的 你一看就覺得 他就是個從浪客 因為他就是那種你知道 頭髮是這樣子 捲捲差不多一半 然後皮膚有黑 穿一個吊嘎 然後那從浪客呢 他應該算是老闆啦 因為他從裡面出來嘛 然後我就挑了 挑了泳衣之後 就要試穿嘛 然後我就試穿 那比基尼喔 然後穿了之後我就出來 然後那個衝浪客的老闆呢 他也很貼心喔 然後他當場 他就跟我講說 你那個後面那個結啊 他說我跟你講 那個結你要想先綁兩次 再綁蝴蝶結 這樣才不會 才不會容易掉 然後他說得當下 我不是原本綁好了嗎 他就把我的結給拆開 然後開始幫我綁 但我當下也覺得 好專業 因為他怕我的那個 被沖掉嘛 他開始幫我綁 那綁完了之後呢 因為我的胸部偏軟嘛 然後那個筆印 是這樣子陷下來的嘛 然後因為他綁了之後 就壓胸了 壓胸之後 他你知道他又更專業了 他說你那個胸部 這樣壓胸了 我不好看 他就用這個食指喔 從那個線線喔 就類似這個線線 他這樣子 不可能 真的 他就這樣給我下來 你知道嗎 我只 然後有 可能就在附近徘徊 真的 但我當下我只覺得 他好專業 等一下 問題是你男朋友咧 重點也是 你知道為什麼他覺得他很專業 但是因為我男朋友在旁邊 也沒說話 而且我覺得 既然你都敢在我男朋友面前 這樣做了 代表你行得正做得穩 你就是個 好 你就是一個